我們可能要再提醒一下 就是會場內是禁止飲食的 就是包括任何食物飲料都不應該出現 或是見到地上這樣子 請大家注意一下 謝謝 那我們第一場演講是由我們年輕的 有為的派上社群中非常強力的女生 我們請他上來為我們帶來第一場演講 那Mutsuki他也是支援Open Source跟Ubuntu 相當不餘力的大學生這樣子 那他高中聽說就已經在寫Python了 那我高中還不知道在幹嘛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歡迎他為我們帶來 有關系統的common light的工具 一個climate climate 謝謝 好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安排有點 我發現覺得安排有點問題 就是怎麼可以在 Sorry 怎麼可以在重要的Keynote之後 排這種小演講呢 但我現在覺得這安排是正確的 因為在經過剛剛的數學轟炸之後 來聽我這個已經是非常的放鬆 就開心了 對 好 所以大家可以以放鬆的心情 來聽我的talk 那也沒有很難啦 就只是一個最近的小project的分享 好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climate 好 那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好 好 Masuki 是我喔 好 那我在Python的經歷就是 對 剛剛有提到就是高中的時候 大概高二的時候開始寫Python 那就只是都寫著完啦 那有寫過 剛開始有寫過一些就是apt的tool 就是Debian Debian-based的distribution上會有一些 的package的管理工具 那因為預設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就寫了一些wrapper上去 讓它變得更好用 雖然心態因為本來就 它已經進化了 變得更好用了 所以我自己的東西就沒有在maintain了 好 那我也寫過一些就是沒有發表過的web的程式 那我主要的興趣也是在Python的web開發上面 那最近就是寫了climate 那我個人覺得這還蠻棒的 那大家聽完介紹應該就知道了 好 那我目前是pinkley pinkley是一家就是一個平台 可以讓設計師買賣商品 買賣設計品的一個網站 那我目前在那邊是實習生 那我也是webuntu Taiwan的成員 webuntu Taiwan 大家應該都知道webuntu啦 我就應該不用講 好webuntu Taiwan的成員 那我也是今年coast cup coast cup就是開月人年會 也是就是今年8月份會在這邊辦的一個 一個conference的成員喔 好 那大概就這樣 好 那我大概說一下我今天會講什麼 那一開始我會先介紹一下climate是什麼 因為大家應該都不知道climate是什麼 好 那接下來會介紹一些簡單的用法 然後接著是安裝 那接著我會介紹一些climate的用到什麼東西 就是可以做出像climate這樣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突然有一個新點子 你想做個類似的東西 那你也可以用我用到這些東西來做 那今天會有live demo 對 會現場示範一下 那最後下個小節然後跟Q&A時間 那這是我今天主要的流程 好 那首先介紹climate是climate 它不是那個climb 不是氣候 對 它只是因為剛好c-l-i-m-e 剛好很順 我就把它取名叫climate 那顧名c 它就是把某個東西命令劣化 好 那這件事發生在一個半夜 就是我在寫一個關於web的project 然後我要maintainmongodb的 我要maintainmongodb裡面的資料 就是我的程式是從別的網站去scan一些資料回來 所以我會需要初時化我的db 那因為我還在test那個scan的regress 所以常常會爆掉之類的 那我又不喜歡東西不乾淨 所以又有cleardb 然後dropdb有的沒有的 就是一堆maintaindb的script 那我覺得很煩啊 就是這麼多script就看起來不太好看 我想把它整理成同一個script 那我想用subcommand的方式 來存去我在這裡面的這些functions 好 那說到要寫siriprogram 那大家一定會想到就是argumentpress 就是在standard library裡面的這個module 或者是optionpress 這是新的 2.7新的 好 當我打開這網頁 我看到這些設定檔 然後因為是在半夜嘛 我就 非常的想睡覺 因為實在是太麻煩了 為什麼我只是 對 我只是想選個script 有這麼複雜嗎 所以為什麼我需要打兩次呢 就 這個根本就只是一個很簡單的mapping 就只是一個從comment line到function name的一個mapping 所以 對啊 只是一個簡單的mapping 很簡單啊 所以我就寫了 好 兩行結束 好 那 當然人是不會因為兩行而滿足的 就是人的慾望是無窮的 就跟貪吃了小孩一樣 所以呢 就想說 欸 那如果把cli的argument 沒品到function呢 那如果我可以自動產生usage呢 那如果我可以在help test 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呢 就是 這個的意思是說 像 剛剛 就是這裡面 要設很多東西嘛 那這東西它最終會產生一個help test 那為什麼我不能只寫help test 就好 對 這是這個意思啦 好 好 還有有的沒有的feature 就想了很多 所以 過了 再經過認真的coding之後 好 climmy就誕生了 好 那climmy是host在github上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一下climmy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先介紹一些簡單的用法 好 那我們這邊有個簡單的script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容易理解 就是 它是一個repeat的一個string的function 那我只是要demo一下啦 然後它裡面的darkstring 就是跟一般的comment line的help test 是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要用acupers做 你就得寫這麼這麼多行 我不知道其實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簡單的辦法 但就是直覺來說 就是要寫那麼多行 那 這是它執行的結果 那就可以產生一個這樣的comment line tool 那可是我覺得 這真的是太多了 好 所以climmy呢 一行 就是你只要裝了climmy之後 像剛剛的這個東西 你把它變成sri program 你不需要設定什麼東西 你只要import fromclimmy import now 就是climmy now 對 就是把我變成sri吧 對 它就會變成sri了 好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圖片 就是help之後它就會產生 它會自動把 在這邊設定的 就是option那邊的alights 之類的東西 全部都找出來 還有meta variable找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那個標準的 UCH的顯示方式 然後還有關於這個function的darkstring 那它也是支援多個function啦 只是因為這邊裡面檔案只有一個function 所以它就以那個function當作預設值 好 那它同時也可以用來當作是 它也可以用來當作是一個command line 來執行 那就是用python-m來執行 那climmy那個就是名字 那後面可以接一個檔案 就是你自己的python檔案 或者是一個module 那我這邊接mess mess就是python裡的mess的module嘛 那就可以產生這樣的東西 它會把這個module裡面的所有function都找出來 然後把usage漂亮的printer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東西來執行 在module裡的function 好 好 那安裝 安裝就非常容易 就是你可以從 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 pip pipipi裝 那可以用pip install climbing 那因為這個東西我有傳到pip上 所以你可以直接pip install climbing 所以如果你想要玩玩看的話 現在就可以打開你的terminal 按下這個指令 就馬上就可以裝好了 好 那這個版本 如果大家注意一下 有注意到的話 是昨天才release的 對 因為我想說 要來講python 就不能太隨便 所以我很認真的把climmy重寫了一次 那所以可能有點pug啦 那大家可以幫忙測試一下 好 那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啦 基本上 好 那 好 那你也可以從githubclimmy 也可以從githubclimmy 那也歡迎fork 之類的 或者是發音書之類的 好 好 那接下來就仔細講climmy裡面用到的些什麼 好 那 inspass這個module非常的棒喔 就是它可以檢視 可以檢視live object 那就是python裡面everything is an object 對 所有東西都是object 那有時候你想觀察這些object的時候 傳統上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你透過如果沒有任何東西 你可能要去看python的bycode什麼的 那python的building module裡面有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就是inspass 你可以看到很詳細關於這個object的資料 那像是climmy去scan你module裡面的function的時候 用的就是getargumentspec 它就可以從 它就可以從這個function裡把 argument的spec找出來 然後才去做press這樣子 那getmembers也是很好用喔 那大家一般都知道 tython有dir這個函數嘛 可以列出一個object的所有成員 那可是列出的時候 你還要去把那個成員 眉評出來有點不太方便 那有時候可能還要排序什麼的 那getmembers它是會回傳一個 tutupor的pair 那它的第一個value是名字 第二個value是那個object 所以就很方便 而且是有按照 按照字母順序排的 然後它還可以做一些debug的功 debug方面的應用 像是currentframe 你可以看到在目前這一層的frame裡面有什麼樣的變數之類的 好 那還有很多啦 那沒辦法全部一個一個講 大家可以打開document來看 那裡面有很多很好用的函數 那如果你有想要就是針對 就是某個東西 你想要不留痕跡的改變它 像climbing就是它完全不會動到你的souls code 你只要增加兩行或是甚至在外面執行 如果你想要做類似這種事情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module來做 就還滿方便的 好 那importclimbing.now看起來很神奇喔 只要一行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做完 那它事實上是等於就是fromclimbingimportprogram 那program在climbing就代表一個maticommand的serialiprogram 那它預設值它會自動去scan在may這個module 大家知道may這個module嗎 就是程式一執行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好像不需要把大家當作不會 好大家都知道 好就是may這個module 它會去scanmay那個module 那這東西是可以變的 那再教大家怎麼變 那program new起來之後 它的下面有個這個instance下面有一個may的方法 那這may的方法就是這個serialiprogram的主程序 那如果你需要修改的話 就是你想要換argument 你不想要從comment line丟argument 你也可以直接丟就是把argument丟到may裡面 就給其他不同的參數 好那事實上那我打拍這個檔案就長這樣喔 所以其實是能一模一樣 它其實也沒什麼樣子 好 好那剛剛提到programs and class 上次我們剛剛提過的mass 那如果你要用別的方式 就是你想要干涉program的生產的過程 你可以new一個program 然後丟mass進去 那它可以接受一個module當作參數 它會自動去scan它的member 然後你就可以對它做些什麼事情 那這邊是沒有啦 然後你可以把它修改得更符合你想要的樣子 那另外一種方法是 你可以丟一個dig的進去 那丟dig的話就是 Key是你想要讓user使用的那個command的name 後面是那個object 然後丟進去一樣是可以work 那如果你有自訂的class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class裡面有很多messor的嘛 就吧吧吧吧吧 然後你可以用 這邊不能丟class進去 因為class的messor如果沒有bron到一個object的話 是沒辦法工作的 就是它少一個參數 所以必須把它 必須把它變成instance之後才能丟進來 那它一樣會scan這個class下面所有的bond method 然後來做處理 好 那最後就是看你想要啟動哪一個program 然後就把它 就執行它的mai 這樣子 那如果mai沒有丟參數的話 就是預設從comandline進來的 這樣子 好 那剛剛有看到就是神奇的 沒有神奇啦 自己講自己的東西神奇 就是help test 解析help test的部分 那可能 因為直接這樣看 可能大家會不知道說 到底是哪些help test會被purs 所以我就簡單的 我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purs所使用的語法這樣子 那正規式啦 就有點難懂 不過基本上就是 它會先挑出 前面開頭是有dash的 就是有option的那個 有option的那一列 那結尾一定要有兩個空白 因為一般的help test 它是 因為我看過很多comandline的help test 那一般都是option在前面 然後空兩個 至少空兩個 然後是它的敘述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方式做purs 然後接下來它會拿option跟meta variable 用這樣的珍貴式 那當然有點不好懂 那沒關係 我大概會舉個例子 那其實這個還 其實也沒有非常複雜啦 就是它前面是一個option 然後後面是meta variable 那這個meta variable 你想要有等於 或者是有方括號都是可以的 就是它支援一般你看得到的格式 所以一般看得到的格式 你都可以使用 好 那用例子來說比較清楚喔 那簡單來說就是第一行的那個樣子 就是一個option 那option的開頭是一個dash或兩個dash 然後空一個空白 然後是meta variable 那目前只接受一個meta variable 那未來的版本可能會兩個三個 甚至是點點點之類的 那目前只能一個 好 那這個東西可以有很多個 很多個之後 接兩個以上的空白 然後它的敘述 那敘述在climbing是不會被處理的 所以就是寫什麼都OK 這樣子 然後下面是幾個例子 比方說以下四個是就是常見的pattern 就是你常常在 你常常在 command line tools上會看到的pattern喔 那我有把一些特別的部分highlight出來 像是第三行的那個meta variable 我是用n這樣子 那像最後一行的有方括號也是可以work 那它自動會把防括號去掉 好 那meta variable在climbing不是只是顯示給user看的 那meta variable同時也代表 好 嗯 那如果給了一個string 它就會說n must be int 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你可以自己修改 那這個東西在climbing一個class叫做comment comment下的一個class attribute叫metatypes 那它是一個dict 那你可以把你想要的metatype 然後maping到一個你自己的type或是class 這樣子 那只要注意如果 只要注意那個東西會丟出value error 它就可以在climbing walk 這樣子 好 那就是demo時間 好 我看不到螢幕 所以會有點困擾 好 那我先 好 那 大家這樣看得到吧 這repeat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東西 那真的就長這樣喔 那因為我的系統已經有裝climbing 就是裝最新的版本的climbing 所以可以直接用 那 真正的就沒有其他東西了就是這樣子 那 執行 那 因為 repeater裡面只有一個function 所以climbing會自動把那個function 當作是default的function 所以 你沒有給subcomment的時候 它預設就是執行那個function 所以它會告訴你說 repeater要接受至少一個參數 好 那我們給它一個參數 好 那它就會repeater兩次 因為n的預設只是兩次 那如果想要更多次的話 就是用 比方說 100 這樣 那 這個的語法 空一個也是可以的 這樣 climbing也支援就是像是這種 欸 這樣看得到嗎 就是abc的這種語法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comment line的語法都支援 所以你可以任意的寫 這樣子 好 那因為這邊沒有abc啦 所以它會說錯 那 climbing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它就只是把 comment line的參數 如果在 function的argument spec有特別規定它要什麼的話 它才會做進一步的解析 那如果沒有的話它就是很簡單 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當作是一個dict的丟進去 所以像這邊 下面的那個 error應該大家都很熟 就是 當你丟了 當你丟 當你丟就是它不接受的 keyword的argument的時候 它就會跳這個錯誤 所以這邊其實它就只是把 c等於100丟進去 然後ab分別是n 因為沒有直 所以它是n 這樣子 那 那 如果你想要知道climbing 這個function要怎麼用 你可以 按 壞掉了 好 應該掃掉這個就可以了 好 help 好那 按help就可以出現 關於這個 這個檔案裡面所有的function的help 就是看裡面寫了幾個function 就會有幾個help 那如果你寫了一個comment 寫了一個對 進來它就會顯示針對那個function的help 那上面如果它是預設的話 那它usage就會有一個是沒有comment name的 好 那下面就會是你寫在那個function裡的help test 這樣子 好 那這是最基本的用法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要示範一下climbing是支援building function的 那 那 剛剛有提到那個get document spec的那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 那那個function只支援pathon function 就是user-defined function 那 building function是沒辦法透過那個拿到詳細的資訊的 所以climbing就是我啦 我自己就是寫了一個purs building function document的東西 所以讓climbing也可以支援building function 所以所有的building 應該說有document的building function 例如說match裡面所有的function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work 那 可以先看help 這樣可能有點不太好動 好 稍等我一下 好 好 不讓我放大了好吧 那就先 將就一下 那它就會顯示 這個module裡面有哪些function是可以用的 那我把一些比較 比較親民的方式列出來 那我可以簡單的弄一下 像是seal 1.5嘛 就會變成2.0 那這個在climbing climbing有一個o2type的function 它會自動把string轉成 它看起來它覺得是的 一個type 那像1.5它看起來像float 所以它就把它轉成float了 這樣子 那進去之後就會傳給seal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無條件進位 那其他的function也可以 好 像這邊就是給錯了嘛 因為它有兩個 因為我給了三個參數 所以它就會爆 它會爆python的錯 然後它會把它包起來 就是比較漂亮給user 那它也會輸出到 sdd error裡面 因為我打錯字了 所以它就會顯示usage給我 好 好 那這是正確的 好 那 像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log的usage那邊有翻括號 所以也是代表說 它可以接受一個選擇性的option 是bass 那因為它在document裡面沒有指定bass需要是什麼 所以它就沒有 所以它就沒有一個meta variable 這樣子 好 那我突然發現好像快沒時間了 所以讓我講快一點好了 好 那還有像是 multi command 因為剛剛都是只有一個comment的嘛 所以我 放了一個有兩個函數的 那這兩個函數可以分別示範其他東西 那clime是支援generator的 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generator 那你想要丟到clime 那它不會等到東西全部都產生之後 才把東西都丟出來 像這個例子它會印0到4 然後每次睡個0.3秒 然後每次睡個0.3秒 所以我執行一次給大家看 好 好 那它就會真的每次間隔0.3秒印出來 它要支援這個部分 好 那另外TT的部分是要示範 TTT的預設只是false 那它的一個唯一的option是t 那如果你給一個t它會變成true 那如果你給兩個t它會變成2 然後三個t會變成3 然後很多個t就是看有多少個t 這樣子 那這個是clime比較特別的部分 它有特別的針對這個地方做解析 然後把東西mapping到更像是你要的東西 好 那最後一個是 5 4 3 2 1 2 什麼東西 好 等一下我快講完了 好 那這個是show 那這個東西後面是可變長度的參數 那clime也是支援這個的 那比方說 python short 然後所有的打拍 那它就會真的把東西都印出來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自己寫 你會發現不work 那之所以這個在clime會不work 是因為clime有用到 又用到另外一種觀念叫 keyword first resolving 它會自動把是keyword的參數的優先權提高 所以像是它不會把path全部丟到lines裡 它不會有一個path變成lines的參數 它會知道說 你這些東西都應該在後面 所以它可以正確的解析這樣子 好 那demo就到這邊 那我趕快講完 好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很簡單 importantclime.not 或者是funclime.not 好 然後data string as setting of option 就是你可以在help test裡面寫你所有的設定 那信念功能比較陽春啦 未來會更強大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用clime節省你的時間 因為其實你根本你寫完function 就等於你寫好一個cli program 你不需要浪費時間在寫cli program上 好 那安裝方法大家應該還記得 就是subto pips installclime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github的網址喔 那大家可以直接google搜尋可能比較快一點 就是github 然後clime 這樣子 那我在github的ID是maskit的 就過去是 因為maskit被用掉了 沒有辦法 好 好 那welcome to fork and report bug 就歡迎大家來fork跟回報bug給我 我都很樂意修的 好 那他仍然在開發喔 所以有些bug的大家就盡量 對可以report issue 或是幫我修好都可以 好 好 那 那接我廣告一下喔 就是 我要幫hecon costcov跟pinko也廣告一下 那 那 那 hecon 7月20號 21號在這裡 hecon 就是海客年會 就是一個資安的研討會 大家應該都多少停過 那 20 21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hecon.org 這樣 costcov2012也在這裡 那 是8月18到8月19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costcov.org 看詳細的資訊 那如果你對costcov的 義工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加入下面 costcovgeneral at googlegroups.com 的這個mailing list 我們的討論都會在上面 那costcov2012現在目前 coupful proposal中 那還缺一些議程 歡迎大家來投稿 這樣子 只要是任何跟open source有關的 都可以來投稿 好 那最後幫自己公司打下廣告 那pinko也目前在真人喔 pinko也的後端全部都是python 完全全都是python 所以如果大家對現在目前的工作 不太滿意的話 可以來考慮pinko也 好 然後 網址就是pinko也.com 那上面列的網址是 關於pinko也的真材的項目 但我想大家應該比較難記起來 可以到頁面上找真材的頁面 那我們網站其實做得還滿大 雖然說還在startup 但已經還滿像樣了 對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有任何問題嗎還是 請問一下就是現在用這個 這個glimia 它是會把你這個檔案裡面所有的方圈 應該是預設都會一起變成commonlight 那不知道就是有沒有 譬如說可以用一些什麼 attribute之類的方法 去控制說我要explore哪些方圈出來 可以 那目前climia還沒有支援slot 應該是支援了 原來是python本身的機制 不過如果你的function 前面是底線開頭的話 它就不會讀 對 那如果你想要跟進一步的控制 你可以用program的那個argument 你可以給dict進去 來限制說climia要拿哪些方式 對 可是這樣可能會變成要寫兩次 哦 沒錯 但那你就可以用底線的方式來控制 或者是像climia我自己的做法 因為climia本身也有用climia 對 本身的做法是在mai那個 就是雙底線mai那個打拍裡面 它去importclimia的cli program 那這樣子 在mai那個python的檔案裡的name space 就是clear的 這樣子 對 就是看你 對 有問題也可以來找我啦 好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有關係 所以 相信大家都很樂意去找mosky 這麼小妹 問她相關的問題